在今日的《原來如此》 梁慧珊會和大家講講《觀音借庫》這個習俗 梁慧珊就交給你 梁國書,所謂《觀音借庫》 意思就是向《觀世音菩薩》 祈求財運亨通,財星拱照 而農曆正月26日是觀音開庫的日子 大家想成為觀音的債仔的話 就一定要這一日去,不可以提早 借庫前幾日最理想是齋戒以事成義 而借庫都設計著光鮮的衣服 因為相傳觀音大使是比較同情貧苦大眾的 向觀音借庫要準備觀音衣和香足各一份 還可以準備五個禮事封 其中四個禮事封裏分別用紅紙寫上 借你財星拱照,借你財運亨通,借你財源廣進 和借你財來友方 而第五封是禮事錢用來添香油 借庫要帶備五色水果 可以選擇金、香蕉、蘋果、蹄子和羊土等 有些人拜神習慣買橙 不過橙和橙的發音相近 有些人就認為不是很適合 袁學顧問表示 很多人在借庫時都犯了這個錯誤 善信可以在每個香爐上三支香 然後在觀音前誠心許願之後 都花寶爐、花寶蝶 之後就到金銀庫裏面拿一支花影旗 和抽取觀世音菩薩借出的財庫是多少 而在回家之後 就將以上的物品放在榴槤的財位上 借庫既貪得無厭 梁國書人在習俗上 年頭借庫記得年尾還 正所謂有借有還 再借不難 而還庫就可以在農曆十二月十五過後的 任何一個吉日 戴備渣菜和觀音衣就可以了 看你整個荔枫風 想不到你借錢的口吻也很純熟 好的,謝謝你,梁慧珊 好,謝謝你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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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